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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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屏幕前的观众也认为 王一博整体布局上真的是做到了恰到好处 不同五种的高手几乎都在他的战队里 所以观众内心的答案和王一博不谋而合 都是一样的非常满意 如果说分组的情况来看的话 四个队的特点呢也非常明显 王一博战队就不用多说了 无疑就是battle型的实力战队 这点毋庸置疑 很多网友也说了 前面的奇武battle可能会不是太出彩 但是在battle环节才是他们真正想要展示实力的时候 分分钟就能够炸翻全场 而我个人认为呢 综合实力最强的就是娃娃酷宝 也就是中汉良战队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他战队里的选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舞种 同时还有编舞大师张建鹏的加持 锦上添花的还有个舞者苏炼雅 重点是他有消洁这种实力担当battle型的选手 所以咱们在各个的环节都会非常出彩 每个选手都拿得出手 队形非常亮眼 而张艺兴的队形就很明显比较偏向于urban了 奇武环节呢 必然就会非常给力 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令人担心的是battle环节 可能相对来说会逊色一点 而藤仔和乔治 我个人感觉呢 会一直留在张艺兴的身边 最后再来说说 往这里看战队呢 也就是王嘉尔战队 很多网友都戏称他的这个战队呢 就像是勇闯天涯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X代表了 无限可能 其实呢王嘉尔战队很明显是偏牺牲大一些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舞者的招法都比较新颖 永远都不会给观众有一种落入俗套的感觉 唯一的瑕疵就是可能会在经验上面略显不足 不过我个人认为啊 节目组接下来呢 是一定会找到一匹黑马的 而且这匹黑马肯定会出现在王嘉尔这一组 最后来总结一下王一博的战队 实力最强的无疑是布布 公孙无名 电门 其次呢就是小鸡 杨凯 杨文涛 大廷大饼 李帅 但这只是我个人心中的排名 一直追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观众都知道 下一次就是团队赛了 规则十分残酷 每个队要淘汰三个人 所以我预测淘汰人选 如果说不出什么意料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在最后的几名选手里面 张一星在抢毛巾大战的队长battle中 为何会战胜王一博王嘉尔中汉良夺冠呢 说实话 在没看后面的晋级赛之前 一直觉得王一博更专业更全面 后来看到几位狂派舞者在晋级赛中全被淘汰的时候 才看出了张一星狂派的精彩所在 从一个外行看热闹的角度 说说感受 不对欢迎指正凹 一狂派舞在气势和氛围的营造是非常抢眼的 比赛类的节目之上是越安静 不造的节目就越吃亏 这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当中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舞蹈类的节目也是如此 在几类不同的歼舞舞种中 狂派的确是能够让身体里的气势和面部表情的狠劲充分发挥的舞种 其他的舞蹈或者是取巧力 也或者是求美感 只有狂派是将气场灌入到舞蹈当中 去通过挥拳 跺脚 面部猙獰 来表现内心的狂躁情绪的 这类舞蹈很容易让现场的观众感受到舞者极其强烈的情绪表达 引起共鸣 燃烧嗨点 二 张一星的狂派确实够劲 节目中有介绍说他才学了六个多月 也有上下楼的室友说晚上还能够感觉到张一星在练舞 可见他对这种舞种并不仅仅是一份嘴上说的热爱 是真的在投入时间精力去练习的 有些人会觉得来来去去不就是挥臂啊 垂胸啊 跺脚啊 耍狠吗 其实不然 看过晋级赛淘汰的几位狂派舞 再看上张一星的 那就会能够比较出高下来了 就连在他们淘汰的时候呢 一星也会非常惋惜的站起来 点平的那几下子 都会明显的看得出差别 张一星的狂派从动作的干净度 力道 变化曲线和音乐的卡点配合 表情的管理与动作搭配 节奏的快慢 缓停等等这几个方面 别人跳狂派是为了表现狂而狂 是无章法的随心所欲 一星的狂派呢 是看似狂躁但是乱中有序的狂 是内心情绪和内在秩序的一个part 也就是far 再加上帽子戏法 其他的一些大招小招串了起来 是这个舞台从前没有表现过的舞蹈类型 更让他的舞蹈能力完全超出了大家的预期之外 所以现场看一定是越看越燃 越看越嗨 能够得第一绝对是合理的 虽然一星的表现非常抢眼 但是在心中王一博也是冠军派 可以给个双簧吗 原因有三全局领导力 在街道排选的时候就已经排兵不正 并且挑选适合编舞 能够发挥起舞的选手来出谋划策 这样他街区的几场起舞 干净绿络落之鱼 还有很多精彩的killing part 很明显啊 在起舞对决里面 一博组有整体有细节 有队长王一博的个人发挥 又有与其他人的无缝配合 在几分钟准备的时间里面 呈现出这样的个作品 令人赞叹 二个人全能力 这就是街舞三本季 继续延续之前的看点 在第一期的海选和抢毛巾大战中 让人看到了决赛技术感 在这其中啊 王一博在舞蹈上面的专业度 全面度魅力程度 是让人特别惊喜的 在一期节目中 一博就呈现了hiphop popping breaking looking等几种无种 而且看得出不是样样会 但是却很稀松 而是样样拳 而且很精通 在最后被张艺兴跳 quimp带出气氛的时候呢 一博还挑了一小段的quimp 这太让人惊讶了 谁能够想到 蓝战不仅是武林神宗 还是武林大眼呀 三 音乐灵力 所定义的灵力呢 是指在舞蹈中对音乐的悟性 在街舞比赛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 字幕组打出卡点 完美全是音乐等 如果说有舞者光顾着自己跳 完全没有体现音乐的内涵 也会被大家喝蓄声道采 最令人走进舞蹈当中的 惹人尖叫或者是落泪的舞者 那一定是玩音乐的高手 而王一博在毛巾大战上面 就已经完全展示了自己听音乐 跳舞的灵力 卡点只是小case 他能够把音乐中的大音符 小切分 歌词意思 语气助词 哼啊哈喝 都用舞蹈动作给诠释出来 才真是让人看得是又燃又嗨 而且要知道 这可是battle哦 即兴听音乐就来的 不是说提前变台的 你说牛不牛 当然了 如之前所言 这四个人在我的心中呢 都是最棒的 他们的舞蹈能力呢 的确让人意外惊喜 而且呢 都有着对于舞蹈纯真的热切和挚爱 不捧不杀 这一届街舞四位队长 张艺兴 王一博 王家尔 钟汉良 每个都是好圈粉 越看节目是越喜欢 今天呢 就先撩到这里了 另外两位队长的圈粉值 下期咱们接着撩 吃饱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别也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